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2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谈谈刚刚看到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一条消息 美国将允许韩国和台湾芯片制造商在华保留业务 你看因为布林肯要访华了 美国也做点妥协 在华尔街日报报道6月12日报道的 美国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说 拜登政府计划允许韩国和台湾的顶级半导体制造商 在不受美国报复的情况下 维持和扩大其在中国的现有芯片制造业务 一些分析人士说此举将削弱 美国只在减缓中国技术进口的出口限制 这是很大件事 现在拜登政府有些想法和议员们为一样 据几位议会者称 美国商务部分管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 叫埃斯特维茨 上一周在一次行业聚会上讲的 他拜登政府打算延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现有豁免 他说管制有豁免就是缺口 该政策旨在限制公司向中国出售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 去年10月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实施了限制 但也为几家公司包括韩国的三星电子和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商 提供了为期一免的豁免 就一年期间不制裁 这些公司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在中国建厂 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建厂了 相关豁免将在10月份到期了 也就是一年到10月份 现在是6月份 这就4个月到期了 举议会者说 埃斯特维茨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会议上讲的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这些豁免将被延长了 美国商务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报道讲 公司和外国政府密切关注这些豁免的状态 以了解美国的出口限制在今年秋季之后 会对中国的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据行业高管称 是延长豁免而不是终止豁免的举动 相当于美国当局承认 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产业当中 将中国从高科技产品中孤立出的农历比预期的更难 因为以前双方合作了40多年 你总用我 我总用你 拔不开腿 弃之可惜 狮子无味 弃之可惜 这个很有意思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汪洋原先当中美贸易 这个对话的首席代表说讲得很好 就中美那段世界就呼呼那个年代 像夫妻一样 难舍难分 这个夫妻就是闹到比如说闹到小事别处理好闹矛盾 闹到最后离婚的时候不就是什么 难舍难分 是吧 有的时候还想想小孩的事还有钱财的问题等 好像还往回锁一锁 想想往前走一走 往前走就离了找新的 对不对 这个现在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啊 比如说在乌林肯去中国的访问 他再做出点姿态来 就稍微的让点步 你不让步那习近平脸上挂不住啊 习近平在政治局里边的要这个面子 坐在这个中间 小兄弟围着一排说 大哥还是你有本事 你看给美国整的 整这个样子呢 美国批点片又来了 老大会讲了 更精彩的下边 过几天新片是他这个叫他放一放 否则咱们还是不对话 而且军舰的飞机给你撞一撞 危险动作给你搞一搞 就像你开车在这个大道上走 都有交通规则 你突然间有车变你一下很危险的 你一到速度快的 咣就撞上去 对不对 就有点像这样 所以这个行事很复杂 也需要政治家们的政治智慧 的智慧 那当然还有些利益在里边 这里确实你看他讲了 这个定语用的很好 这些公司已经投资 数十亿美元在中国建厂 他正撤出去 数十亿美元就打水漂了 中共就白减个大厂房 对吧 所以这里很多问题 逐步的开始一点点脱钩 但是还有点留恋过去 这也是因为一些 他在这篇文章讲 他说相当于美国当局承认 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产业当中 这挣脱其实太难了 这也是因为一些外国企业 对华盛顿 扩大对其业务的干预感到不满 就现在是政治干预经济了 其实应该是自由发展了 全球化 但你没办法 这个习近平搞这东西说 你再不去抵制他 不制衡他 不遏制他的话 他马上都要统治全世界了 他来加拿大学习学习核心 都过上课每天 什么议会没有了 你说你愿意这样 咱们在这多好 不用学习 这一条节省多少时间 我从来不用开会 我一听开会偷偷 我这个人过去就不要进步 我说为什么我没能入党 也没能被重用 跟这有关系 原先就是吊儿荡荡的 就是说不过问政治 那咱们大学同学 不过问政治 不要求进步 然后不参加集体生活 就整天是疏从 就怕他看书 的确是这样 结果现在变成这种人 就是每天的烂讲 这的确是 就是也就一个特长 发发牢骚 不一定讲的对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他怎么讲 他说美国一直试图 通过限制芯片 和相关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 使先进芯片不落入中方的手中 不仅设计美国制造商 还涉及到盟友制造的芯片 美国对韩国和台湾芯片制造商 具有影响力 因为这些公司依赖美国 以及荷兰和日本公司 开发或制造的技术设备 两国政府已经同意 加入美方的出口管制努力 因为这几个国家 站成一排要限制中共 但是他们各自在中共 还有生意 还有利益在里面 中共也采取办法 再拉拢个统战他们 制造一些麻烦 美国和外国的芯片制造商 抵制拜登政府 限制他们与中国业务的努力 亚洲和欧洲政府进行了推举 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韩国 到目前为止 中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 作为美国军事和经济上 卖给国内市场大人 我知道国内办事也简单 不像老外整个合同磨磨叽叽的谈半天 国内你想来了采购 大老板如果说了算 国营企业大老板 酒喝好了 钱给好了 回复给好了 行 这一批资金多少 都是几千万 能不能给的金钱 没问题 先给你一半钱 要不先这一半钱给你 啪一张支票 是吧 十几个一张支票 你添吧 你随便添 以前大连一批乡镇企业不就这样吧 是不是啊 你看做什么生意 他跟这关于处理好了 这个王老板又来了 是不是还是这个 这个上次那个事 还是那些事 行 咱过去都和你都合作挺好 这样 给你张支票 你回自己添吧 那些国际老板有本事的人 用钱的国营企业 就是民营企业 就是乡镇企业 那些图罗巴基的乡镇企业家 你说他可爱的地方 又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 他可爱的地方真是简单 你给他出的好了以后 那还有哥们弟兄 说我都见了好多 去了以后 我说做什么生意 说这个老赵 你这个怎么样 最近不太景气 不太景气 上午这拿张支票去吧 说你添多少 你回去添吧 他在这喝酒 说你这要多喝完 你多添的也没事 他都不是很严格的在做生意 我太了解了 你在这里你又不行了 哪人一分钱 老外和您签合同都签一万次 一万块钱 要挣一万块钱 合同都签一万次 磨叽的 你是 哎呀我是见了一些老外 真是 但他们就比较认真 那种 和咱们中国人办事方向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韩国立配的大市场 这个市场你想想 你只要给西平吹捧好了 就说他是新时代伟大领袖 只要好了西平令下 行 干 管的什么东西 是吧 所以这个烙米斗不过 你看这有意思 拜登政府官员在最近几周 表示美方并不寻求和中国脱口 美国国家一共沙列文在4月一个演讲当中 说华盛顿的战略是限制停留在高度战略基础上 即小院高强 就现在你怎么能把握这个寸的度 是很难的我跟你讲 因为他这个国家粮子就是价值观的对立 就是社会制度的对立 所以华盛顿的战略是限制停留在高度战略基础上 所谓小院高强 说美国财政部业伦在多次演讲中表示 与中国经济完全分离 将对两国都是灾难性 他们互相之间还不能彻底闹翻了 就像两个人离婚了 离婚了咱们俩别打得别人都吃了 啥臭事都讲起来 人家床上的事都讲得太不好了 这样吧咱们讲好了还是朋友 你别讲我的坏话 我也不讲你的下散烂的事 因为人都是有缺点的 谁都有复语 然后我有言和 有些人也是 还做一般的朋友交往 有的就不行了 互相指责 完了做劫劳底 整理你死我活的 那不好 这个中美关系现在这个事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美国这个民意沸腾 就是这个议员们还生气 要制裁一步步制裁 这个拜登政府吧 还有点就是难舍难分 还想搞得勾兑 或许拜登心老想的是 我人上次不管怎么样 这西兵对我是挺够朋友的 给个大单 他人是律师 律师当然他也不违背原则 就是说他的生意给谁都一样 到中国中国有很多社外合同 你律师帮助审查审查 人家这赚钱也是正当 你应该讲不能说这是什么 我认为 这单只是 怎么讲 西兵会搞 西兵跟叶简明抓起来 怕叶简明乱讲 我估计 也不能给他杀死 我估计可能叶简明 就整个小肉猪在里边翻 每天有吃油喝 你别给我出烂跑 烂跑以后你瞎讲怎么办 因为叶简明 你想他帮助西兵在欧洲做生意 全是叶简明 你想俄罗斯石油 好像是30%的股份是叶简明 有些也不提了 你看叶简明的办公室墙上挂 就是西兵写的书法 西兵的书法你别说 比孙力学生写的要好一点 我看姜王真的墙上挂一幅 如果是真的话 还写的还行 有点你别说 他这个没有文化 连海河说没有文化吧 你说他有的时候 还有点特长 其实我给大家开玩笑 看这篇文章有意思 这篇文章是讲 华盛顿的其他人 说特别是国会共和党议员 希望对北京采取更严厉的立场 这都是共和党那些 就是川普那些人 是吧 他说你想彭培奥啊 是不是啊 那个纳法罗呀 就是这些人 是吧 这个就班农拿去 郭文贵没了 班农也没了 我听说郭文贵被鸡压 这个期间搞得这个挺狼狈 说是到真的家都不知道啊 以前些一点消息也没有 说他这革命战友都拿去 他说每天都有这个农场 那个农场 怎么没有人生源生源 是吧 就一看就这是啊 学宗送炭的少,紧张听话的人多 这就老江早就讲了 什么是朋友 是你有难的时候,你真正来帮你朋友 你很难讲,郭伯伯就完全失败了 他也是个人,如果说不定 川普上了以后,情况还有变化 但川普现在也泄入官司里去了 今天看到的新闻更有意思 川普讲,我不怕你判我有谁 将来等我当总统的时候可以把自己赦免 真有意思,等我看看这新闻就怎么回事 先来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是美国联邦参议员罗比奥 在5月30号一封信中 敦促商务让雷蒙多 加强美国对技术出口的控制 包括芯片领域 并指出公司正在努力削弱 规避该规则的出口管制 说保守配置铺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美国国会设立的独立机构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委员 实践道 他说呢 当两家巨大的公司可以畏锁欲为的时候 你就无法控制技术了 你看起来非常软弱 实践道讲了 他说三星公司就是这样 三星公司表示 它已经削减了在中国的一些业务 并且没有在中国生产最先进的半导体 这些半导体可以帮助中国推进 军事和其他敏感技术 如量子技术 三星没有回应 就评论的请求 这确实这个社会上 世界上如果都有 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制度就好 都是民主法制的 那就不一样了 那什么微信 抖音都可以使劲抖 微信你就微吧 现在不行 你这一微一抖 他有只眼睛耳朵听着 然后搞事 这个受不了 是不是 其实微信挺方便的 抖音也挺方便的 就是他这个 中共这个太坏了 他就整整理整这些东西 整理人心里难受 你比如说你电话当然方便 好朋友之间聊聊天 但是他一听完以后 他通过这个获得卸索 他搞戒斗争 抓你 受不了 骚扰你受不了 是不是 这个确实可恨 这边文章最后讲 他说韩国政府和公司 已经要求美国 重新考虑这些限制了 他业界高管说 一些韩国公司感到不安 他们正在考虑放弃 美国联邦政府的补贴 此举 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 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 一个标志性的项目 叫芯片和科学 科学法造成打击 现在问题很多 这个利益在里边 你想他以前在 韩国在中国做生意做的那么好 他卖这个芯片的钱算那么多 一下断了 他还问美国了 我断了以后你买这些芯片 你美国也买不了 是不是 你怎么办 你说这确实是个问题 美国出台这些政策 缓一缓 我认为也有一种考虑 是不是才看看中共证据 他们想最好是共党垮了 把共青团派能卷逗重来 有些回到过去那个胡闻那个年代 是吧 华尔街大老板可以继续勾不对 我们来看看 刚才讲的一半金三胖 宣称支持普京的消息 因为这个金三胖在朝鲜半岛 有可能搞出事来 法新社报道 在平常位数不多的 盟友自义的 就俄罗斯 国庆日的时候 金正恩向他的同僚 发出了祝贺的信息 说法新社注意到了 朝鲜官媒报道 声明没有具体提起 俄罗斯入去乌克兰 和莫斯科参与武装通途的字眼 不过呢 却赞扬了总统普京 在挫败来自敌对势力 日益增长威胁面前 他的明智决定和领导能力 这个朝鲜的媒体都是在官话了 是吧 其实这普京这个仗 打得实在太丢人了 是吧 你看为了这个 鼓舞自己的士气 贬低这个鲍尔旁克的威力 还搞个假视频 是吧 整了些收割机 农具轰炸了 把油发到网上 你看鲍汉击落 击毁了 鲍尔那么容易击毁啊 那要容易击毁 人怎么可能推进了 解放好几个村镇呢 对不对 金正恩在给普京的 核电动作这样讲的 我愿意紧密携手 进一步巩固战略合作 他表示 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不断胜化 发展两国关系 是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一场 看着他亲共 还是加上亲这个俄 两个爹 说金正恩还强调 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钻合 朝鲜人民 全力支持贵国人民 维护俄罗斯的主权 权力和发展利益的战斗 他那个媒体 每天都喊口号 你看那个电视台 你听听的声音就吓人 就像那每天的 在那边 狂乎 烂喊 吓人的声音 一点不柔和 这篇文章讲到 他说 法新社说 朝鲜将这场冲突 描述成旨在摧毁 俄罗斯人的美国人的代理人战争 还谴责西方对基辅的军事援助 说今年1月 华盛顿指责朝鲜 向俄罗斯军事武装组织 瓦格纳提供火箭和弹药 平常对此否认 我相信他肯定 有些武器是通过伊朗 再通过北韩来进口就行 他从鸭鲁江地底下 找个洞 其实这个洞多得很 不是一个洞 官方有大洞 人家小洞 和我官爷在一起 有一个走私范 派了12年 他就丹洞 他就是和老板 他们是三个人 就是在那个鸭鲁江地下挖 地下挖了一个洞 找了一个 输了一个水管 抽油 什么油 就是那个 他不是汽油 他是那个柴油 因为那个朝鲜可以进口 就是那个走私器的那个油 就是便宜 然后他在抽到丹洞卖 卖很多钱 要怎么抓的 金额挺大的 他那时候和我关了到一起 还有一个边防警察 就是给他大情报 是吧 就是暗度陈仓 这个放刑 判也判了四年是五年 这个案子 你想我是2001年 2002年 我到那个 那是在腰家开的所 大力开的所 2002年发生的事 我讲都负全面的责任 他的老板是台湾人 老板就整了个情妇 那个情妇 他爹也抓在我的房间里 是个老头 老被别人欺负 因为他啥也不懂 他女儿管那个财务 就比那个台湾人管账 那个台湾人是大老板 就固定这些人 就走私这个柴油 我说好卖 他好卖 他就像水龙头一样 呼呼 抽过了以后 我把它就卖 来了就给 柴油卖给当地的 价格比官家 官方那个要便宜 柴油 他挣了不少钱 金额不少 那个金额当时走私 上千万 几千万 他判了好像十多年 不知道现在哪里 复兴出没出来 那个人 那个人有个特点 每天就是打亲情电话 因为监狱 可以给家人打电话 你如果没有什么不敏感 他不陷着 你就给家人打电话 他都不能站着 就讲电话 给他老婆打电话 就讲这个 什么时候能回去 咱们都跟他开玩笑 有些人讲 你都怕十多年了 你瞎讲啥 你再讲 你十年以后 那老婆早跑 就有些人 逗他 他不生气 他就不停地讲 一会儿问小孩 一会儿问他老婆 也信得不得了 因为他孩子 可能也年多 一问这个 一问那个 我现在每当 有时候 想起这个事都觉得 实在是 那个年代是怎么度过来的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 他说 今年1月份 华盛顿指责朝鲜 小格勒斯军事组织 瓦格纳提供了火箭和导弹 平壤不承认 随后 华盛顿在3月声明 他有证据表明 莫斯科正寻求 从平壤获得武器 用于乌克兰的攻势 换取对朝鲜的粮食赞助 就是朝鲜他这个 啥一步生产 他就等着这两大锅来赞助他 他狡猾 他这几年就是 互有什么 核额炸 核额炸 他一整完了 这个大锅就给他钱 就信命给他 给他粮食 你想那个丹东 那个地下地地都挖筒了 呼噜或天内在地走 你何况 何况那个黑龙江省 有墨河 河河 水分河 你看那些河的连在一起 全都是 我那时候经常去黑龙江 那些官员告诉我 想不想到对面去看看 想去看 先走 什么也正不正 你过关的时候 那都真是 就过关就完了 你想你要在河岗 对面去阿姆尔杰特 是不是 还有个 中间还有个岛 是吧 什么 你过关的时候 你都开着玩笑 留书去 又出来了 这会带几个人 这会带死了个人 留着留着 过去看一看 当过去看啥 过去就看那个跳舞 俄罗斯女的 挺暴露的 跳舞 看这个东西 喝点酒 再回来 哎呀 那不当回事 这是什么边界 边不边界 你要是走私 像现在这个形势 我这么想象 要是暗度成仓 搞点武器什么 过去一包装 呼噜呼噜走 只要能赚的钱 地方关一帮都敢干 我跟你讲吧 不过那时候没有这个 那时候就是干嘛 就是基本都过去 这个种植蔬菜 老毛子 不会种植蔬菜 他傻 傻了八级的 再就是卖那些烈性酒 那来 俄罗斯小女孩 你要给他烈性酒喝 他根本就像灌水一样 你千万不要喝他冰酒 我在酒桌子坐以后 你看他还挺娇小的 他敬着一杯坏了 你跟他酒瓶放了放 就白酒 他自己哗到 喝喝喝喝 就像水一样 你一会儿就是 丢了当找不到杯 所以没有敬他们的 然后他喝到一定程度 他啪就跳到桌上 就给你跳起来 那些女孩特别笨方 激情 长得也挺漂亮 所以当地的老板也好 官员也好 都愿意出去 到那边去回 那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一样 什么呀 遍布遍界的 就办个什么正 啪 盖个招来事 有时候连招都不给 那当官盖啥招 一去就大批 再回了 一个个西窗 一个旅的 该办完事 办完就回了 哎呀 所以中共国这个西平可能都不知道别 外界美国很难了解中共 和俄罗斯这个名堂 连在一起 觉得挺麻烦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朝鲜的经济和农业正处于崩溃状态 确实他现在不抓生产了 他什么时候能崩溃 崩溃 中共要倒台了 俄罗斯比如说也削弱 他很快就垮掉了 就是部队的将领 对他不满的人很多 你不要看表面 鼓掌越鼓掌 倒的越快 你毛泽东的时候不都是 毛泽东一死完 老不都抓起来 是不是 此一时彼此也 这篇文章讲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日理事国 俄罗斯长期也一直否决 针对朝鲜核计划 和多次导弹发射的新制裁 他们在互相利用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 也就是现在中共国 新西兰马上就要来了 新西兵为什么有很多人来都看好这个大市场 刚才已经讲到了 关于他这个事情就不讲了 再讲讲这个另一条新闻 另一条新闻是美国之音报导的 美国关切拆墙运动 发起人乔欣欣的安慰 乔欣欣曾经给我发过email 让我给这个读报点评节目 给咱们这个推墙行动 讲一讲 拆墙 我给他讲一讲 讲了两次 他来电 来邮件表示感谢 这个挺好 挺有礼貌的 这个年轻人 现在这个年轻人出事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给大家看随时敲心心 就是这个年轻人 中国国内有很多的年轻人 勇敢 但是他挺可惜的 我认为他是规划 还是不利 你应该是规划好了 这个他是经验不足 你看人家张林 确实有经验 和共产党斗 他也是 他是到哪个国家 他是到了老挝 还是哪个国家 他不出来了 他在那边被抓了 是华盛顿 发起全球拆墙 中国网络运动 叫拆墙运动 他是一人是自由记者 他是个记者 乔欣欣十天前 在老挝 被中国警方跨境抓捕 因为这些边境的国家 都是中共的延伸地点 中共的军警特线 尤其是泰国 遍地都是他的人 我就跟你讲 你看泰国大学里面 有很多 中共的势力太厉害了 至今下落不明 顺受外界关注 美国政府 对这一跨国 拘捕意义人士的事件 表示谴责 并呼吁老挝政府 尊重和履行 国际原则和义务 不要将任何遣返 可能对其实行酷刑的国家 现在就看美国了 看这个样子 好像美国要干预 美国要干预老挝就完了 不知道这人抓你抓回去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消息人士讲 老挝湖南商会 有人暗中配合了绑架 乔欣欣中国公安人员 中共真厉害 因为他有各个 沿河县在海外 假装 比如说 和你勾兑勾兑 哪个关系 你去了以后 他把你一抓 因为他离得这么近 他在这抓 他很难操作 你轻易 你别到人家里去 我一般轻易 不是特别熟悉的 我根本不可能去 是不是 去了 那就是 关系相当好的 很熟悉 他一般都通过 这种 这种 绑匪事的方法 把你抓 是吧 诱惑你不外乎 就是什么 声色全马这东西 对不对 你把握好这些东西 看他很难 这篇文章讲说 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专家 叫做陈光诚 指出 世界绝不能姑息 容忍北京的四象零落 一再肆意进入弱小邻国 制造跨境绑架世界 这绑架世界 就是在习近平世界 分外的突出 大家都知道 是吧 这个阿海事件 这是在泰国 到现在也没有影了 估计在监狱管理很苦 说美国国家发言人 日前就乔欣欣 造中国官警方跨境抓捕一事 在答复美国资金的邮件当中 有五点回应 这是非常重要 就看美国现在处不处理 没有要外交 就找这个老挝的话 老挝就在害怕了 说我们熟悉了网名 乔欣欣的中国公民 叫杨泽伟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 他发给我们也写名字 他说在老挝被拘留的媒体的报道 我们担心他的安全 第二呢 我们继续谴责中国在境外 威胁骚扰和绑架批评 及其政府 扼撒个人言论行径的人士 说参与跨国镇压的有关政府 公然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制 他说 第四呢 他说 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 停止对中国境内外 宗教和精神的信奉者 信奉者 少数民族成员 持不同政见者 人权捍卫者 记者 劳工组织 民间组织者 和平抗议的镇压 他说 我们呼吁老挝政府尊重 不屈悔原则 履行禁止酷刑和残杀 不人道 或者犹如人格的待遇 或者触罚公约的 规定业务 包括 避免将任何人遣返到有充分相信 他们会遭受酷刑的国家 这篇文章讲 这里搞了一个推特 有个叫哥吕老师发的 说上个月 有一个网友和他联系 希望可以用音乐 反击中国所谓的防火墙 其中有个叫乔欣欣 用音乐 他人在老挝 就在前天晚上 他被驻老挝的中国警察抓了 因为乔欣欣比较擅长 用举牌这个方式表达 所以我才这样为他发声 你看这是一个老外 在这站着 声援他 本节目也声援 也支持美国各界的人士 关注这个案件 那么乔欣欣是怎么回事 37岁 乔居老挝多年了 他可能到老挝了 但是没加入老挝过去 5月31号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外界 之后就失联了 一个半月前 乔欣欣称对外披露 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 由于他发起的拆枪运动 而受到当局威胁了 就他人跑了 跑了河上跑不了庙 警察到他家去了 摧火瞪眼 拍桌 找他父母 施压 他家湖南 湖南肯定公安厅下令 乔欣欣讲 我现在在这里发起 拆枪运动 中国公安部 王警 已经对我家人性威胁 要求我删除 对中国不好的言论 否则进行抓捕 我当然不在乎他们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侵犯别人主权的行为 跨国之法 我在这里遵纪说法 为人友善 没有四仇 身体也健康 所以我不怕他人 为了防止万一 他搞了不自杀声明 也就是说 他家人如果死 就中共干的 这是对的 搞一个声明 6月2号 乔欣欣被发现 失踪了 其在老窝的友人 和分散在世界 许多地方 拆枪运动者 在海外的艺人士 就开始呼吁 要求关注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有叫汪清鹏 发了一个推特 讲到乔欣欣的一些 强细情况 他曾经是湖南省 一个小县城 这样一个艺人士 是一个旅居在东南亚已经十年了 他是很有经验的 刚才东南亚干的 跑了十年了 一个跑江湖 一个很熟了 怎么回事 竟然进入陷阱 他学过十种语言 英语 日语 泰语 和老窝 文明安 这么一个人现在被抓了 这确实挺可惜的 给大家看看 网上的很多图片 知识的图片 那么这篇文章的内容 是我们感到很震惊 在万象的拆墙运动志愿者 一个叫谢华的 6月3号凌晨 到乔欣欣租的房间去查看 发现大门上锁了 周围有客人人员和车辆停留 因为那个小伙 中共警察 这也就进去了 中共现在无法无天 还在在乎这事 花点钱 他认为就能摆平 他就讲到 他在待着这个期间 找乔欣欣驾驶的车辆 被尾随了 6月4号有网友再去查看 乔欣欣的邻居讲 5月30号下午 他看到两名老窝警察 和六个中国的公安 一起来 把他抓走了 说当时他去 这个迷宫河游泳 看来他和我一样 喜欢游泳 这个你游泳要小心 你别轻易 谁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有的可能假装 套进口 我也会游泳 咱们到哪里 他可能给你 灌死也可能 人家话用就有这个可能性 这样应该干掉了 自己还不知道 这篇文章讲 说发现他租的房间里 有血迹斑斑 正在装修 这个很难讲了 到底有什么原因 估计大概率是抓走了 抓走以后 他不能马上就给他押回北京 他可能在别人走程序 因为他毕竟在另一个国家 这篇文章讲 我说是目前 就是现在有些人 非常的关心他 就询问他的情况 曹欣欣和他一起参与 拆墙运动那些人 发表了一些观点 这个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防火墙 中共不住的防火墙 因为他年轻人 他懂电脑 他在这个网络上 非常活跃 我曾经看过好多 他写的文章 他这次拆墙运动 很起作用 因为只要把墙拆毁了 中共就垮台了 这篇文章讲 在二十多年当中 这篇文章回忆 多名艺人是在越南 缅甸 泰国被抓回去 其中就随王炳章 彭铭和闺蜜海 你看 牵涉之间 王炳章当年不就说 据说王炳章身边来 搞了几个女特务 招聘了几个女的很漂亮 天的围他转 这个王总 因为他以前是搞移民 移民生意的 那时候生意做得好 签合同签的手 据说手抽筋 每天都有合同签 大胆 但他不做生意 也透露民运 说那几个女的就骗他 说王总 机会来了 有个大老板 超有钱 准备给咱们民运赞助钱 但是你得去看他 在哪里 在越南 也不是缅甸的 反正就是给他骗回去了 他就比整个那两个女的 整个风情万种 就王秉璋 也是一时就相信找不到北 就这就是他们民运内部 肯定有特务的出卖 他就不知道 所以向来等共党垮台 你就知道可能现在有一些 你看表面还是很活跃的 话里胡哨 动不动表演的民运人 是恰恰是中共的人 中共就好搞这东西 你看蒋介石 为什么这个毛泽东 从沿岸逃跑的时候 撤离的时候 淡定从容 那就是因为他拿了情报了 就是蒋介石开会 就交匪 那个会议的纪录员 这个女的 宿记员 那时候没有打字 宿记员就是一个 共产党的匪 到厕所的时候 我再上厕所一趟 为什么要放面一下 就整个小字条 就给传出情报了 传出去 毛泽东在 在沿岸里边 这是眼线都很多 共产党这个特务系统 非常厉害 所以你们看到 有个人的反共 喊得很响 你看看他的经历 共产党整一整的 如果共产党没整的 他就那些忙 你就知道八成 两种可能 一种是生意 就像做个生意 赚点钱吧 后面还在民运的钱 另一种就可能是 中共的军警特限 就特别小心 你看杀这个 陈李进进的 你不都是吗 都是这个 这个知道的情况的人 所以要小心 小心 假小心 不是开玩笑 因为共产党要垮台了 灭亡之前 他会下令 叫什么 叫据说是叫这个 叫什么 叫灭监行动 是吧 叫灭监行动 他把这个人称为汉奸 是吧 叫初监行动 要小心 他这就讲到了 王炳章 彭明也是 还有这个桂敏海 这桂敏海是因为搞了个出版社 赚了很多钱 结果就在那个巴厘岛 在这个泰国 玩黑在那个地方 最后就被叫别人骗回去了 抓回去了 自己还不知道 其实也就要人家给出卖了 肯定在这个领域里要小心 你不要以为他喊这个口号响 他就是搞迷运的 往往他很响的人 他有可能就是这里就有问题 你想咱们这个恨共产党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咱做个劳共产党 迫害共产党 咱们肯定恨他 是吧 到这个了咱不能 说是给共产党做什么事 但是有一些他就不一样了 你看他经历都很顺遂 他怎么突然间就天天就在这个喊口 到时候跑 跑场 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儿了 人家是有所想 要小心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缘的恨 没有无缘 往往表演的最精彩 恰恰是 并不是真正的反共的 这是非常麻烦一件事 这篇文章讲 王炳章和两名友人 是2002年6月在越南 越南广宁省遭到绑架 移交到广西防城港 后为广东反映一间谍罪 就墨西予的罪名 到现在还关押了 好在还活着 只要能出来 那就厉害了 出来以后就可能 竞选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那绝对是曼德拉了 中国的曼德拉 一定是总统的 这个将来就在他和魏京生们竞选了 说王丹啊 王军涛 他们已经竞选了 谁能选上 那就不好说了 那么这篇讲了彭明 彭明04年 胡文时代在缅甸 你看也不是被 也是这种类型 他一般都是找一些漂亮的 这个小女孩和小男孩 能言会道 先把你骗了 你相信了 那利益 基本都是这样 他也是在绑架回国 05年10月为武汉 法院以组织 领导恐怖罪 组织罪 无期徒刑 一般这样抓回去 他都给你往死里整 16年10月29号 死在贤宁监狱身亡 你看这还又讲到了贝敏海的 他回忆啊 是15年10月在泰国巴黎岛 巴提亚公寓 被一名男子带走 失踪 2022年的 宁博法院 以非法律境外 提供情密罪判了失灵 有传闻他遭酷刑后 被迫宣布就是放弃了这个国籍了 就是雷典国籍啊 申请恢复中国国籍 而当局所指的情报是泰国被绑架期间 和回顾后遭到严刑拷打的细节啊 陈光诚就回顾这段历史啊 指出中共的反动的本质啊 让大家提供警惕 好 等到下一个节目啊 可以继续再谈一谈 再见